读完诗篇当中比较特别的28节经文 我相信弟兄姐妹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可能跟3000年前的这位作者亚萨 他的心情是一样 也是生有恒感 当时代所发生的事情 或者说作者所看见的这些现象 相信也是你我在这时代当中 所看见所发现 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呢 作为现代21世纪的基督徒 当年的作者或者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他对社会现象的解读 跟我们现在时代的基督徒 对社会现象的解读有什么不同呢 当我们发现这些不公不义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按照圣经的原则 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地方 来过一个分别为甚的生活 那这就是一个 借着这段经文 来帮助我们 也提醒我们 神的执意永远不改变 神的计划立定在天 永不改变 那过去神怎么样 形式作为今天同样 神是昨日今日 将来永远不改变的那位神 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今天这个社会现象跟过去其实是一样的 跟3000年前的社会现象是一样的 可能所发生的事情 不一定全然的相互 但是性就是一样 都是不公不义 强暴 邪恶 这种污秽 到处都是 那当我们思想 过去所发生的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 那我们在思想 那你再有这个时代 或者说我们所观察的 最近的这些社会现象 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那我就发现说 那我发现说呢 现时代的社会现象是一样的 你看我看 我一般是比较注重社会的新闻 那在几年前 那RS这个伊斯兰国 那大量的在屠杀 不光是本国的人 其实很重要的 他屠杀的一部分就是基督徒 很有正对性 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信仰 所以他对别人的信仰呢 他绝对不能够接受 所以呢 在 这是应该是发生在2015年的时候 那21名IAT的基督徒被集体的战胜 在这个社会当中 在全世界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很大的反响 但是 他们不仅屠杀 而且还要录像 然后还播出来 让全世界来观看 那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 看到这样一个真实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你怎么来看神呢 不光是说看这个世代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代是邪恶的 是掌握在 魔鬼之下 在魔鬼的群世当中 但是你怎么来看神的作为呢 你会不会想说 那神在哪里 神为什么不保护他们 不拯救他们呢 那 这个中间这位叫Ted Turner 可能很多人知道 是非常富裕的一个美国的商人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的 人名字的话呢 可能有几个电视台 如果提出来你可能就知道 比如说这样 CNN TNT 还有 这个叫TBS 这都是美国甚至世界上 非常有影响力的 新闻机构 媒体 那这个人呢 不光富裕 而且呢 它很有地位 很有影响力 而且呢 它是 极力地在各种场合当中 来攻击基督教信仰 在美国这个 信仰自由的社会当中 是 你可以有你的信仰 你可以有你的自由 但是它却公开地去 批判别人的信仰 这是在美国 其实也是很少见的 大家都提倡说 我尊重你的信仰 不管你信仰什么 我尊重你 那尽管我没有使命来分享上帝的救恩 但是至少我诋毁 不批判 不嘲笑 不拉苦 但是这个人 他有影响力 而且他有 工具 因为他介绍 这个新闻的频道 电视台 这个新闻节目 他公开地批判基督教信仰 他说 基督教是被那些 失败者所预备的 这听起来有点熟悉 因为我们过去听到说 基督教就是那些软弱者的管杖 是那些老幼病残用者的精神之主 差不多 意思差不多 但我们往往是私底下这样想 甚至是在很小的圈子里这样去 去来评价其他信仰 包括基督教信仰 但是他却在公开的场所 利用他的媒介来批判基督教信仰 其实他是从小生活在教会当中 那他之所以最后开始被基督教攻击 就是因为他妹得病过世 就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他就质疑上帝 如果上帝是真实的 上帝是全能的 是无所不能的 为什么他年幼的妹妹会死呢 就因为这个坎过不去 所以他开始就不再去教会 那开始能长大以后呢 就开始攻击基督教信仰 那作为基督徒 在美国这个信仰自由的国度当中 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事情 神为什么不拦阻他 为什么不阻止他来攻击呢 神在哪里 神如果是又真又弱的神 无所不能的神 为什么容许他在美国这个地方 利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平台来攻击基督教信仰 我们有很多的疑问 有很多的挣扎 困惑在我们心里 神那你为什么不出手 你为什么 为什么任期 来攻击你自己的身体呢 我礼拜五听到了一个 听到了一件事情 这是发生在国内 那有一个弟兄 他在医院工作 那医院里要求所有的员工要填一张表 那那张表当中呢 有一项要填你的信仰 那很多人就填 他是党员 或者有人就填 他是佛教徒 或者有人就写吴 就没有任何的信仰 那这个弟兄呢 他就犹豫要不要写基督徒 或者基督教 他犹豫 那他犹豫的时候呢 他就去问他的牧师 说牧师这个表 我怎么来填这一项 那牧师的回答呢 是说你自己去祷告 看神怎么带你 这种选择 别人没有办法 听听 这个决定没办法 别人来帮你做决定 你一定要自己到上帝面前 那你寻求 所以这个弟兄 就回来祷告 祷告以后呢 神给他感动就是 诚实地写上 我是基督徒 他就写我是基督徒 把表就教了 可是过了不久的时间 他被发配到基层的医院里去工作 那在基层的医院里那里 各种条件都很差 待遇非常的低 那这件事情的发生 一定是跟他这个填表是有关系的 所以当你表明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你是信仰 耶稣信仰上帝的时候 是会被歧视的 是会被打压的 是会被逼迫的 可是如果你是他 你怎么来看上帝 你怎么来看你的信仰 当我诚诚实实地告诉他们 表明我就是基督徒 我是信神的 那神为什么没有保护我 为什么没有为我生冤 甚至为我报仇 这件事情是很真实的事情 我们怎么在这个湾区 被扭黑暗的时代当中 来坦然无惧地过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呢 那当我们在读这件 正在经文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说 哦 原来这个时代 从技术上 从经济上 可能是在进步 但是从道德上 从社会风气上 一点也比较进步 甚至是越来越黑暗 越来越堕落 三千年前的社会是那样 那三千年之后的时代 不管是在哪里 包括在美国 同样是如此 那问题是 当你面对这些邪恶 这些强暴 这些不公不义的时候 你怎么来面对 你的信仰呢 那如果你还没有信仰 那你怎么来看待 社会的现象呢 如果你不相信 有一位上帝 你又看到社会 这些不公不义的时候 你会不会像作者 之前所提到那时候 我的脚要湿闪 我要滑跌 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甚至是更绝望 选择自杀 选择 陆路 就是 陆路无为 就是 得过切祸 这种生活呢 那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 那你怎么来面对 这个世界里 你所了解到的 这个 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 那个神所掌权的 那个国度的时候 你怎么来过 你的基督徒生活 所以当我们来看 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特别是你从第一节 读到第十六节的时候 哇 你可能跟作者一样 很绝望 很灰心 就像十一节 十三节 知道说 当我看到这些社会 不公不义的现象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 我突然表明 我的心 我突然来服事神 因为这个作者 是一位服事神 圣殿的一位 一位音乐家 他是不是突然 接近了自己的心 是不是突然在教会当中 在当初的会晤当中 去摆上 去奉献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但是 他是如何 从第十七节开始 哇 这个人开始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个人 有一百八十度的一个改变 那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来看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他从非常低潮 一下又开始 好像完全的复活 成为一个新人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来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来看看 他所遭遇的 以及他最后是怎么样 能够完全的复兴 那经文在一到七十三篇 十篇七十三篇一到十六节 他是在讲一个社会的现象 那这个社会的现象 就是充满了不公 不义 充满了邪恶 充满了强暴 的这样一个世代 这是当时的社会现象 以至于对他一个服侍神的人 有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这是一到十六节 所讲的 那到十七到二十八节 这十一节经文当中 讲出 他是如何灵性开始复兴 如何开始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待他所看见的 所有的事情呢 这是一到十六 十七到二十八节 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一个场景 那在这前十六节经文当中 提到很重要的一个字 就是那个世代当中 充满了恶人和强暴人 当你读到恶人的时候 你怎么来想这些恶人 什么是恶人 你可能想说 我没有杀人放火 我没有作奸犯科 我是一个社会的良辱 我不属于这个恶人 对比起来 我可能还是一个好人 但是在诗篇当中 在诗篇当中 圣经的诗篇当中 恶人 有它独特的定义 是跟你我想的恶人不一样 在诗篇九章十七节这里讲说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怪邦人 都比归到阴间 在诗篇作者的心目当中 恶人 首先是那些忘记神的怪邦人 不认识神的怪邦人 所谓怪邦人就是非犹太人 只要你不是犹太人 你就是怪邦人 怪邦人在那个年代当中 可以说几乎 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 不知道 但是绝大绝大部分 根本不认识神 都是外偶像 就像圣经当中 那些加南地 那些外国 都是外偶像的 不是外星 是外很多的偶像 他们不认识人 所以从诗篇做这个角度 只要你不认识人 不是不认识神 你就是恶人 在圣经作者的眼中 我们所认为的圣人 不管是孔子老子 过去那些 我们眼中的那些圣人 在诗篇作者的眼中 是恶人 你看我们从小学习 这些圣人的作品 甚至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背 可是在上帝眼里 他们是恶人 可是我们却看他们为圣人 这个标准 这个差异就非常非常大 除了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是恶人之外 当然那些做恶的人 也是恶人 在诗篇作者的眼中 恶人不光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也是认识神的犹太人 当中的那些不守神律法的人 不遵守神律法的人 我们不看别的经文 只看十天七十三天 第一节其实就能够推出来 这里说 神实在善待以色列 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 这是新一本 和和本不是这样翻译的 和和本的翻译说 神实在善待那些 以色列内心清洁的人 是这样 那我们就会 误以为说 神只善待那些 犹太人当中 心地清洁的人 不管外邦人 但这里呢 新一本 是比较近的中文翻译本 包括英文 英文是 Surely God is good to Israel to those who are pure in heart 是两句话 神善待以色列 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 两类人 反过来说 神不善待 这是Feneros讲 神不善待那些 非犹太人 神不善待那些 内心不清洁的人 OK 所以呢 在诗篇作者的心目当中 恶人是有两种 一是不认识神的 甚至是在我们眼中 看为圣人的 好人的那些人 只要他是外邦人 不认识神的人 就是恶人 另外一类人 就是 神的选民 以色列当中那些 明知道有神 明明有神的律法 有神的指引 有神清楚的话语 这些人 却不守律法 甚至是作恶多端的人 就属于恶人 那 这是在十天七十三篇第一节 就这里 已经对于恶人有一个定义 那作者的观察是说 在三千年前 他的观察是说 从属地的一个角度来看 刚才提到说 它前十六节是一个生活的场景 后十一节是一个生活的场景 是用了很大的对比 那个根本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 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他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样 以至于对于一个服事神的人来说 就成了一个半爹 成了一个抵挡 那这个不同的角度 就是因为他之前 是从属地的角度来看 当时的社会现象 那之后呢 之所以这个人有一个翻转 是因为他开始从属地的角度 转为从属天的角度 所以两种角度来看事物的话 就有两种不同的人生 带出两种不同的人生的场景来 那当他眼目定睛在属地的时候 属人的时候 他发现说 哇 恶人想平安 想富足 这些人心宽心胖 你看 碰到一股眼睛都突出来 经文说 哇 他们所得的 比他们心灵所想的还多 社会真的是不公不义 而且满了强暴 不光这些人 恶人 富裕 平安 更是还强暴 欺压 横行霸道 这是强暴 到了一个地步呢 还自负 自负到什么地步呢 经文怎么说的刚才 经文是说 他泄途上天 毁谤全体 人一富足了 优越了 平安了 就开始自高自大 这就是人的一个本性 目中就开始无人 没有别人 就更不用说上天 所以到了一个地步 骄傲像链子一样 把他向上 就成了一个人的本质 这是经文当中提到的 到了这种地步 然后就是强暴 开始欺压 这就是社会不公不义的原因 到了一个 可是呢 在作者的眼中 这些平安和富足 应该 你知道这是旧约的作者 在旧约的这些作者当中 他们有一个 看见 有一个看见 或者是神学的一个发现 就是说 一个义人 会得到神的祝福 一个恶人 会得到上帝的惩罚 这是他们普遍所接受的观念 所以呢 你看到约国纪 约国纪 约国遭难以后 他的那几个朋友 三个朋友 来劝他的时候 就是这样指责他 就是说 你遭遇到这些事情 一定是因为你得罪了神 所以神才惩罚你 所以约国说 不是这样的 他一再地为自己辩解 我没有作恶 圣经也定义他 是一个义人 远离恶事 可是远离恶事 一个义人 为什么遭遇这么多的患难 遭遇这么多的痛苦呢 这是那三个朋友 根本不了解 那对于作者 这个杨萨来讲 十天七十三天的 这个作者来讲 他也是共读 为什么这些恶人 没有遭到惩罚 暴力 却得享那些义人 应该享受的富足成命 平安 不光是如此 连义人都天天受惩罪 整日受患难 这是在当时的时代 他所看到的一个社会现象 整个与圣经启示 是相反的 好像 我们都旧约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会得出 你看 证言也是那样讲的 神恩待那些义人 惩罚那些恶人 可是 他所观察到的 却不是 以至于 连诗人 他到了一个地步 第二节目里说 我的脚几乎闪失 几乎滑跌 甚至到了一个 我都怀疑 我突然 我这样扶持上帝 真的是突然 没用 所以上帝都开始怀疑了 但是 但是 十七节 从十七节开始 以后 有一个转折 十七节 那里讲到说 十七节 在这里讲到说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你实在 对你是神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底 使他们掉在城门之中 所以从十七节 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说 从过去 定睛在地上 定睛在人上 哇 太绝望了 太灰心了 我这么生活 我这么服侍上帝 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是 当他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神的作为之后 开始从属天的 属神的角度 再看待人前的时候 他发现说 噢 这些恶人 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这些不遵守上帝律法的犹太人 甚至是作恶多半的这些人 他们的结局呢 实在是 他们才是华底 施善 沉沦 转眼之间就是荒凉 临到他们的是净苦 不是平安喜乐 刚才是说 哇 他看见他们是富足 平安喜乐 第三节 第五节 第十二节 又是平安又是富足 可是从属天的角度 突然发现说 他们是惊恐爱 是荒凉 而且是沉溺中 这只有从属天的角度 属神的角度 才能够看到 或者说从永恒的角度 才能够看到 转眼之间 我们能活多久 活七八十 八九十 一百岁 大掉了 一百一万 转眼之间 人生是过去 当你看到这些人 富足 这些恶人 富足 平安的时候 他们所得 比他们所想的还多的时候 即使是转眼之间 那些 原来金魂就会领导他们 荒凉会领导他们 他们所面对的 就是死亡 是沉沦 那些整日遭患难 但遭承治的义人呢 当义人呢 当义人就是认识神 忠心上帝 持义的这些人 不管是外邦人 还是犹太人 只要他跟从上帝 信靠上帝 这就是义人 那些过去 从属地角度看的 这些恶人呢 他们整天受承治 早晨受惩罚 从属天的角度 属神的角度 突然发现说 原来神与他们同在 神在保守他们 神在赢导他们 神也会成为他们的力量 成为他们的福分 而且到永远 角度一改变整个 再看待同样的一个 社会现象 他的那个领受 就完全不同了 以至于到最后 他说 哇 在天后 还能有谁呢 在地 我还会哀悟谁呢 只有这位神 才是我的喜乐 才是我的福分 还要到永永远远 还是同样的一个人 社会环境还是有改变 但是 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样 整个人就不一样 可是 我们要思想 问题 这个改变是在哪里 是改变在哪里 这个从属地到属天 它的根本的转折点在哪里 就是十七节证 当我进了神的圣索 思想他们的结局 当时是圣殿 在以前是会幕 他们可以听到呢 因为神应许 神与以色列百姓要同在 借着会幕圣索 神要与他们同在 所以他们很重要的服事 就是在圣殿或者会幕当中 来服事 神也常常在会幕和圣殿当中 来显现 说话 那 一个转折点 就是 当他进了圣殿 整个这个角度就不一样 没有进圣殿的时候 只是从人的角度 属地的角度 太绝望 太黑暗 可是 当他进了神的圣索 思想他们的结局的时候 就不一样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说 Where is 圣殿 圣殿在哪里 我去找居 现在没有圣殿 你到哪里去进神的圣殿呢 这就是新约基督徒和旧约的这些信徒的不一样 但是本质是一样 他们可以朝见上帝 我们同样也可以朝见这位神 同一位神 他们可以有圣殿可去 会目可去 你也可以随时随地进到圣殿中来朝见这位神 因为神把他的圣殿赐给我们 圣殿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权人 就是圣殿 我们随时随地 犹太人 这些服侍神的人 他们是龙斑地去到圣殿 会目当中 来服侍神 好像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地点 固定的时间 可是我们新约基督徒呢 比他们还 还有一个优越的条件 我们没有时间的限制 没有地点的限制 我们随时可以来朝见这位神 那问题就在于说 如果我们不来朝见这位神 不来思想那些人的结局 可是那些人的恶人的结局 你怎么来思想呢 如果你不读上帝的话语 你怎么知道那些恶人的结局呢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 当然二十八节里提到说 他思想 与神亲近是 在那里讲说 与神亲近是 与我友谊的 在二十八节那里 总结说 哦 原来与神亲近 二十八节说 但我亲近神是 与我友谊的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必难所 好 叫我述说他一切的作为 我友谊的 进到神的神殿之后 思想上帝的话语 然后透过上帝的话语 就知道了 这些表面上很灰 灰黄疼达的这些人 这些富裕的人 这些得享平安的这些人 其实在上帝的眼中当中 他们眨眼之间 就是荒凉的结局 透过这样一个对比 你就知道说 他们是不需要你来羡慕的 不需要你来嫉妒的 其实在第三节那里 第二节第三节那里 讲到说 当他看见这个不公不义的 一个社会现象的时候 他说我见恶人和傲人想平安 他说心怀不平 那个不平呢 不光是说平安的事 没有灾难 没有疾病 不光是 更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坦然 一种不嫉妒 不羡慕 你可以满足在上帝的里面 你可能还是过着平均的日子 你可能整天有各种的意外 甚至是病痛 但是你同样有平安 那个平安是内心的平安 是在神里面的一个安息 我不记住别人的富贵 我满足于自己神给我 我满足于现状 这是平安 那在这里 他说我见这些狂傲人 这些狂傲人 这些恶人 想平安的时候 我就心里不平安 不平安 这个不平安 就是有一种反过来的时候 我有一些嫉妒 我有一些羡慕 当你只是从属地的角度 属然的角度 来考虑 哇 这些 咱们不说那些 那些我们所说的那个 舍不舍的那些恶人 你就说自己工作的地方 有些人业务能力也不行 这个也不精 人也是懒懒散散的 可是好像他送风送水的 平不清勇 又是加薪 又是提职的 可是你自己业务也好 能力也强 可是好像要生风水 你好像要有好多好处 你都赶不上 你内心里可能也会有一种 当然有不平 有生气 有愤怒 有抱怨 可是是不是也会羡慕他们呢 哇 一下子也找那么多工资 加那么多薪水 一下子也提了那么高的职位 你可能就会有一种的 羡慕和嫉妒 但是当作者真正进到神的圣殿 思想这些人的结局之后 他就释怀了 他就不再嫉妒 不再羡慕那些恶人 这就当你看到结局 你就对你的人生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冲击 对吧 或者改变 因为你已经看到他们的结局了 你再看他现在 你就不再羡慕 不再嫉妒 我不知道你喜欢 有多少人喜欢足球 看足球 弟兄们 有喜欢足球的吗 真正的烧口 我是非常喜欢足球 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校队的队员 左前锋右前锋 那你就知道我跑得很快 那我们非常喜欢看足球 那在那个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世界V2球赛的时候 有一个不方便 就是他们比赛的时候 我们必须在后半夜 才能看现场直播 我们都不希望看录像之后 看录像之后 你都希望能够看现场直播 可是看现场直播呢 那你就得要 要么就等 从晚上一直等到后半夜 一直挺着 要么先睡一会 然后到后半夜起来看 可是那时候我们宿舍没有人有闹钟的 所以有时候就停停停 听到十一十二点的时候不行了 就先说打个朵 可是这一打 起来之后天就亮了 就过过了那个直播 那怎么办 只好就看事后的录像 可是当你看录像的时候 你最机会的是什么事情 剧透 剧透嘛 对吧 所以包括你看电影的时候 或者有时候我们讲一个声 不要去痛 也就是说你不要讲这个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讲结果就没意思了 你再看就没意思了 去年的时候你看 是耶威 到最后是法国队跟克勒蒂亚 克勒蒂亚是一个黑马 谁都没想到他能不进八强 可是他不仅进了八强 还进了四强 最后还进了决赛 要争争前两名的亚军 那谁都看过克勒蒂亚 因为只要你看的时候 哇这些人技术也好 体能也好 战略布局也相当的好 所以呢 当看那个决赛 跟法国队比赛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结局的话 那从头到尾 你都觉得说克勒蒂亚一定得冠军 从他们通过的速度 从他们传球的这个技能来看 冠军非克勒蒂亚末属 因为你不知道结局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看录像 你知道克勒蒂亚不是冠军 亚军的话 OK 你再看 他同样还是在那踢 他同样还是在那踢 他说宗教也好 是怎么攻怎么守 也好 你就觉得 花拳以及袖腿 因为你已经知道结局了 你踢得再好 你也是输 对于这些恶人 同样道理 都知道你是永远的沉沦 但我们这不是心灯热祸的 我们要怀着一个悲痛的心 来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 不光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我们很多亲人 他们也是恶人 上帝的人 还不认识神 他们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 我们需要有一个紧迫感 要劝他们 要分享福音给他们 但是 从一个角度知道说 他们的结局已经知道了 神已经定了 圣经清楚地讲 特别是启示录 那你怎么来看待 他们现在的这种平安也好 富足也好 富贵也好 你怎么来看待呢 你还羡慕吗 你还基督吗 你还疯疯不苦吗 既不是我们更应该同情他们 可怜他们 因为你已经知道他们的结局了 所以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当我们来 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他有这个机会 他也是一个在这里讲到说 亲近神与我友谊 他是一位亲近神的人 他就可能 有可能 从属天的角度来看 可是更多的人 只有属地的角度 他没有属天的角度 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他没有办法从属天的角度 他觉得你们在讲的时候 神话吗 胡说八道吗 你知道吗 他不相信有一个属天的角度 或属什么角度 但问题是 你我这些基督徒 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个社会现象 你会不会从属天的角度 属神的角度来看待呢 这个就决定于我们 要不要进入到神的圣殿当中 要不要来亲近神 了解这位神 要不要来了解 神在整个人类计划当中的旨意 要不要了解 将来世界末日 是怎么一回事情 如果你是个基督徒 你跟那些非基督徒一样 你对这些一无所知的时候 那你仍然是活在一个属地的角度 那你所带出来的生活的方式 跟属地的人是一样 属地的人追求金钱 你也追求金钱 追求名利 你也在追求名利 当你付出了代价 付出了时间的时候 没有达到你身为那些人的 他们达到的高度的时候 你一定是嫉妒 羡慕 你一定是愤怒不平 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话 你怎么能够影响别人 特别是我们的家人 来信那个神呢 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光 也没有办法成为爷 当你分享福音的时候 人嘴上不说 心里说 你信主跟我信主 没什么两样 我干嘛要信主 我礼拜天还不需要去教会 我不需要奉钱 我也不需要服侍 多好啊 到礼拜天我就可以去玩 去旅游 我有钱我就可以吃花 我干嘛像你们这些基督徒 还要去教会 那你的分享就没有影响你 当然你也没有那个激情 没有那种可恶 去跟人家分享这个福音 因为这个福音 对你都没有作用 对你都没有影响 所以在这里 十七节是整个的一个转折 作者听到神的圣索 思想他们的结局 最后发出感慨说 我在天我还能有谁 在地 我也没有其他所爱慕 所眷恋 它就是我的福分 它就是我的一切 还要到永永远远的 而且它也是我的力量 可以帮助我在地上 不管有多黑暗 有多邪恶 多不公 多不义 我都可以喜乐 知足地来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那问题是 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你的圣祖在哪里 你是如何来思想 这位神 或者说 二十八节目 你是怎么来亲近神 来经历这位神 当你经历神 当你认识这位神 认识神的话 在神的圣子当中 来参与福事的时候 基督徒一定要参与福事 到一个地步 一定要参与福事 当然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福事的意义的时候 你可能还不愿意参与福事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愿意参与福事的时候 你就开始经历这位神 那福事的时候 你也会操练 来操练你的恩赐 你的才能 才华 在福事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来操练你的生命 因为在教会里的福事 都是牺牲的 付代价的福事 没有什么回报 在教会里 没什么回报 甚至连个称赞的话 可能都没有 你付出了很多时候 可能还有一些批评 指责 指证等等 不满意 但是神还是让我们要敬拜 圣经当中的敬拜 其实是福事的意思 借着敬拜 其中 借着敬而福事 来敬拜的意识 那在你福事的过程当中 你的生命就渐渐的被操练 越来越能够从属天的角度 来看待这一切 你不服事的话 如果一直是被动 接受别人的服事的话 你的生命永远是自我为中心的 当你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 来生活的话 那容易就被这个世界 被那些恶人 强暴人 来影响 就会容易 嫉妒 羡慕 甚至是愤怒 苦毒 那神所赐的那些喜乐 平安 知足 你就很难取经历 神在圣经当中的那些应许 是需要我们去吃取的 不是自然而然的就临到你 不是 包括救恩 成为上路的儿女 得永生这件事情 神不是强加给你 是要你心恩乐意地接受 其他的那些应许 同样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操练 自己去抓取 来经历那些神给你的应许 所以借着这段经文 有一句话 斯不珍在这里讲 他是说 那些走入最温暖地狱的人 往往是拥有最温暖的安乐波 海波来讲 那些在地上有最温暖的安乐波的人 他们的结局呢 就是最酷热地狱 是不真实 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 一位神学家 一位牧师 他说那些走入最酷热地狱的人 往往是拥有最温暖的安乐波 可是我们在地上 我们特别是从属地的角度 来看一切的话 我们可能最羡慕的就是温暖的安乐 但是那里的结局 却是最酷热的第一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 借着仰撒这位作者 他的提醒 让我们不要从属地属人的角度 来看待这一切 周遭这个社会 整个这个国际的局势 而是从属天的一个角度 属身的角度 来看待一切 特别是我们自己求神 让我们在等候他 亲近他的时候 在他的圣殿当中 经历他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会完全地改变 我们自己就可以 像这位作者一样 可以大声地来述说 上帝奇妙的作为 来讲述他奇妙的敬恩 而不是眼睛 丁在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上 我们一起来祷祷 主啊 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 来提醒我们 主 当我们来服侍你 来等候亲近你 来思想主 你自己的执意 主啊 思想主啊 我们自己将来的结局 主啊 以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他的结局的时候 主 我们的心就被你得着 就被你改变 主啊 就把自己放在你自己全能的手中 你自己帮助我们 常常来从属天的角度 属神的角度 来看待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 以至于我们就避免那些忌妒 那些风筝 避免我们的绝望 避免那些羡慕 主啊 以至于我们也像这位作者一样 我们可以高声地来诉说主 你自己的作为 来称颂主 你自己奇妙的经文 主 谢谢你 主啊 你成就了一切的时候 主 你更是来选招我们 来成为主 你自己的同工 主啊 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工人 被你拆开出去来生活成熟的庄稼 主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 你自己来塑造 你来装备 主 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一个水天的人 主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请 Amen